饮 不梦技 不饮酒 不面子花蕾之城 不著香花瓣 不香油豆腥 不管聽歌舞 不灰濕濕 也就是七哉過五不濕 是虛講得 阿蜜豆腐 極樂世界幸福佛陀 盡在生命電視台 接下來請收看 海濤法師紅髮型 作法是什麼 是說明宇宙間的一切真理 它可以是我們 連你注重苦呢 作法是什麼 是說明宇宙間的一切真理 它可以令我們 心向時辰 而獲得永恆不變的快樂 這真理 是什麼 是萬物深深呼吸的自然發展 一切皆因緣卻而殘忍 一切皆因緣卻而殘忍 由因緣山而消失 緣山緣滅 就是真理的現象 尽管理的臨 相當我們目標 移動了自然發展 也就是 半向解脫之事 當我們目標 留了這生命的方針 也就是把想 解脫之事 作詞・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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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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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一顿不断不断不断的布施 慢慢你那个我就不见了 金钱的执着就不见了 别人布施一百块 算了 他布施一百给他布施 我十块就好了 意思意思 你明明比他多钱 但是那你就拿不出来 那这个就是代表一种 你爱惜你自己 所以你要不断的布施 所以你不断的布施 你那个自我的爱然 吝啬就不见了 你绝对不要去伤害众生 慈戒 那你就完全不会去伤害别人 因为你想要保护他 所以唯一情形立众生 那就是讲了这种立他的修行 上师观世因尊前 横以三叶恭敬礼 那我们供养佛陀 不是光礼拜而已 身体礼拜 嘴巴成念 意念跟佛的心相应 这个念一下 同行同愿 对 所以念一下 以师字为己字 我们台湾第一尊肉身菩萨 慈航菩萨 以师字为己字 那我们要如何相应于上师的心 师父的心 佛菩萨的心 佛菩萨在利益众生 所以我利益众生 佛菩萨希望弘扬佛法 所以我们努力弘扬佛法 所以身体像佛菩萨 那就是戒律 嘴巴像佛菩萨 那也是戒律 心里像佛菩萨 那叫什么 来念一下 菩提心界 那这个叫受菩萨界 受菩萨界是一种心态 小秤的戒律是以身体跟嘴巴为主 外表 大秤的心态呢 是以动机 以心态为主 那我们都要做 我们今天要修大秤 部分人天福报解脱到 行为我们都做 不能说 我是修秘秤的 所以我可以吃肉 这样讲就不好听了 不对 虽然我们讲高 年华生大师说 我们的见解是高的 要称佛 但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要从最低处 最基本的把它做好 你基本不做好 你要求高的 那就没意义 所以你一讲普利心 那就包含了孝顺父母 超度祖先 包含了持戒布施 包含了出离心 那你才能够讲菩提心 而不是说把它切割来 我要修菩提心的 那我的前面就不用做 我看不起前面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正等正觉 无上乐 从修真法 而出身 那既然我们要成佛 正 就是端正 也是用中观 正确的 无有分别的 去了解一切 你要得到这种圆满正觉的 菩提快乐 那我们就要实修 那栋房子 一千万 加币 不是你说就有了 你要得到一千万 那你要有一千万 还看人家卖不卖 对不对 所以虽然你要达到那个目标 但是这条路 你没有一千万是不可能的 那你就要按照这样子的方法 重修正法 那这个正法就是菩提道 所以有经典都在讲这个 出身 修法虚依民行药 那既然我们要修菩提道 这个正法 得到正等正觉 来普度众生 那我们要了解修行的纲要 所以三藏十二部经历论 这么多 那怎么办 所以这些祖师大德慈悲 整理成这些纲要给我们 就像刚波波大师的 解脱庄严保论 中国波大师的菩提道次第 历代祖师用各种的方法 来把这个精髓告诉我们 所以故当宣说佛子行 所以我们要经常 自己也读诵 了解 也去让别人知道 所以我们大家来念一下 从一到六 好不好 念大声一点好不好 不会打瞌睡 也忘了脚酸 忘了上厕所 我们要用正面的越强 负面的就越少 小朋友哭哭哭哭哭哭 手机丢给他 他就不会哭了 女人哭哭哭哭哭哭 赚戒丢一个 他就OK 对不对 男人哭怎么办 丢麻将给他 丢个美女给他 那这些有副作用的 那是我们要拿正面的来用 所以第一条 此生信得侠满船 八五侠死圆满 意思是说 那这些我们都具足了 有这么样的福报 通通通得到了 有佛法 又能够修行 能够得到 这样的状态 就坐在一个 安全的船上 狭满船 那要发起 生死海中 度众生 我们有这个福报 但是很多众生 还在生老病死 甚至我们自己 还没有脱离生 生老病死 所以故于昼夜 不空过 所以各位 不分白天晚上 不要浪费时间 故于昼夜 不空过 闻 思 修 是佛子行 什么叫闻 像各位 你现在在听我讲 如果你能够把它 重点都背下来 这个叫闻所得惠 我不会忘记 他叫我不要生气 每次我要生气 我就想到这句话 你就不生气 这叫闻所得惠 那为什么不要生气呢 这叫思所得惠 那你要一直在想 为什么不要生气呢 生气会损福报 会外表丑 会口才不好 不生气才会庄严 才能够度众生 这叫思维 有没有道理 叫思所得惠 那什么叫修呢 所以你要按照这样去做 按照这样去做 实修 那你就整个能够超越生气 而得到了修忍辱 温柔的各种的福报 叫闻思修 所以各位移民到加拿大来干嘛 闻思修 这边比较安定 多一点时间修行 不要在这边吵吵吵吵吵的地方 所以那天有个居士找我说 师父我在家乡很忙的 来这边很无聊的 没事干的 不用交进应酬 不用紧紧张张 这边自由的空气多好 但是千万不要浪费 不要躺在海边晒太阳 如果你躺在那边思维众生苦 那有一点道理 所以要闻思修 那闻思修要脱离烦恼 第二烦恼痛苦从哪里来 贪所爱方如水生 各位不能观看 请问你现在贪爱哪一个 有没有 有啊 我希望我儿子赶快大学毕 我希望我的谁 我希望我自己如何如何 贪所爱的对境 那就像水生火热一样 你就沉下去了 所以像我出家的时候 人家问我出家 为什么你要出家 沉在水里面 浮浮沉沉很痛苦 岸上的空气真好 跳出来了 跳出来了 就像你在打麻将 一下输一下赢 真的是很痛苦 现在不用打了 自由了 就像你银行有贷款 有压力 现在贷款往往很快乐 所以所谓的痛苦 贪如水 撑如火 鱼吃如飓风 如黑暗一样 所以要把这个 要了解它 而不是说一直去执着它 我爱这个人 所以我一定要对他很好 我希望他用好 然后你有所目的 有所执着 万一那一天 他让你失望了 你就会受不了 所以你对什么都不能贪 眼睛要 现在年轻人就很喜欢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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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 看漂亮的 唱 吃 对不对 享受 享受这些感官 外表 等等 事实上 那会让我们掉落 痛苦 称所愿 恰是火热 那什么叫称 也不喜欢的 不喜欢的 一直在你身边 也一直都靠过来 老板没事 骂你 太太跟你吵架 那你不喜欢这些 那你就像在地狱一样 被火在烧 妄直取舍 成暗顿 一切都是变化无常 空无自信 结果我爱这个 我不要那个 妄直取舍 取就是执着 我要这个 我不要那个 事实上这个都是妄想执着 妄想执着 就是根本无明 那我们就看不到真相 成暗顿 所以我们文实修的目的呢 就是要脱离贪嗔痴 脱离贪嗔痴才可以 脱离痛苦 叫家 家 离家乡 这个家并不是光世间的家 讲的是你贪嗔痴 这个三毒 会让你一直在世间轮回 所以要离家乡 是发菩提心的佛弟子 该有的行为实践 那你要离家乡 离贪嗔痴 第三呢 那你要一进处 就是不会让你 容易起贪嗔痴的 所以远恶禁固 祸见尽 祸就是迷惑 迷惑就是会起贪嗔痴 会让你起贪嗔痴的环境 烦恼就会减低 离散乱固散自尊 什么叫散乱 散乱就是一直去打电玩具 一直去赌博 因为你去随顺你的这种欲望 那就是散乱 就是说现在你在读经 结果你去想别的 那也是散乱 现在你应该打坐 如果你喜欢打祸睡 不想要很认真 那也是散乱 所以你能够离散乱谷 你得知道什么该做 所以那你的散法 散根就会增长 心注意法 生定见 什么叫法 那法就是佛教讲的调伏自心 佛陀讲的相信因果 调伏自心 发展背心 圆满菩提 那各位要去 让心注意法 念一下 因无所住 因无所住 讲的就是不要执着世间这些假象 要不心住在空性 住在真理 住在菩提心 那你的内心就平静了 生起了这种 八正道的正定 有了正定就可以解脱 乃至成佛 生定见 一静处始 佛子心 所以简单 各位现在开始在修行 是不是烦恼越来越少 是不是善业 善根越来越增加 是不是内心里面 越来越禅定 不离空性 那就代表你真实在修行 如果各位在修行了 还没有修行以前 碰到这个事情 你很烦恼 那现在修行 又碰到这个事情 你一样很烦恼 那代表你没有在修行 你只是说 求一个依赖 佛菩萨保佑我 不要生病 这样 佛琐都会生病 你在家的时候生病 起烦恼 因为很痛苦 那你现在修行的生病 你依然很烦恼 就代表你没有真实在修行佛法 你只是把佛菩萨当作这种 依靠我拜你 我供养你 你让我不要生病 那这还不是真正的修行 但是所以离家乡一直说 那你要让这个烦恼消除掉 那你才能够就近解脱 那什么让我们烦恼最多呢 第四 亲友伴随须别离 我们这次办短期复价 就是各位学学看 不跟家人在一起生活 试试看 因为平常我们有一个家 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你会觉得很快乐 如果今天你的小孩不回来了 先生太太都不回来了 你会觉得很孤单 很痛苦 甚至就算你家人很多 那个钱不见了 你也很痛苦 口袋放一些钱 银行放一些钱 睡觉都好睡觉 睡觉起来摸摸那个钱 睡睡睡 因为有这些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 亲友伴随 最后还是会离开 爱别离苦 各位准备好没有 你要随时准备 他可以离开你的 你可以离开他的 你不能拉着对方说 你不要离开我 所以各位要看清楚 谁都要 你再怎么爱情再好 总有分开的一天 所以在一起的不得不分开 一定会分开 所以财宝积聚中期间 你累积了多少财产 不动产 金钱你带不走了 今天加拿大的房子 你拥有108栋 我有你福报好大 但是你带不走的 但是如果你把几栋 来盖创股市 可能带得走 这些功能带得走 你要把这些 拿去供养三宝 帮助众生 那变成你的资粮 善业 累积善业 那还好 不然呢 世间带不走 适者且于生涉去 那你这个 你这个想法 人都认为我存在 因为我有想法 我有思想 那这些 就像世间讲 灵魂 哪一天身体也坐不住 死了就灵魂脱离了 意识去投胎了 所以各位呢 昨天我看到一个骗子 他说 如果天堂有手机 母亲捡到了 我真想打电话给我妈妈 妈妈我要听你讲话 唱唱唱 他就在哭了 对不对 因为人会想着亲人 所以外国人会去献话 去怀念一下妈妈 去哭一哭 那我们华人还好 我们去是超度他 超度他 你不要在这边做鬼 你不要回家 你赶快去极乐世界 你不要来 所以就希望对方离苦 所以各位要有出离心 出离心就是 不执着感情 不执着金钱 不执着身体 肉体 这起码各位要做到 所以佛陀希望大家 一个月 有几天 单独面对自己 不要一直要依赖 依赖 我没有看到太太 没有看到儿子 我就睡不着 我就希望天天他在我身边 所以有时候我想在家也是 移民到加拿大来 三十岁两个就来 要在一起五十年 八十岁然后两个天天在一起 你好我好这样 讲一辈子的话 哇 这个还是 哇 这个没办法想象 各位觉得很自然 从阿公讲到阿嬷 讲到儿子 讲到孙子 只要你不要离开我就好 但是有时候对我们出家来讲 这个没办法想象的事情 所以但是各位这一点 要学习放下 放下 因为这些带不走的 第五 那我们要达到出离心 那就接近善知识 一笔落实三读掌 毁坏三学诸注印 如果我们接近 一就讲归一 如果你去归一这些 邪师 贪财好色的 昨天我看报纸 有一个女孩子自杀 她为什么自杀呢 她拜了一个出家人 报纸名字都写出来了 结果出家人哪一天 看到她的女儿说 哎呀 你业障很重 业障很重 如何如何 她妈的怎么怎么办 简单的 跟我睡觉就好了 她妈还硬把她女儿 被那个人给她抢爆了 她女儿就很恨 然后有一天 在外面 她妈妈带第二个女儿 然后这位人 居然主动把裤子脱下来 说这个我要来度你了 这种事情都会发生 后来第二个女儿 好在她逃脱了魔掌 没有被抢奸到 然后问她姐姐 她们两个就到警察局去报案 结果警察局去报案 查有这个事情 就把这个所谓的 假的修行者 抓去判刑了 判15年 那判15年 这个做妈妈的就一直 我对不起我师父 我对不起 就我自杀了 昨天报纸灯 自杀了 因为她害她的师父 被抓去关 她是心甘情愿 把两个女儿 送去消业这样的 这种事情 真的有 我看了有 好可惜啊 来 晚会功德 回向此愚痴女人 早得超度 所以 真可怜 真可怜 她的动机也是爱 而且包纸说 她是当着她妈妈面前 强奸的打女儿 对不对 好 在恶女儿逃掉了 她不但还不怪对方 还为对方 觉得对不起她 害她被判刑 而用她女儿去告了 对不对 她就自杀 死了 所以这个事件 你要是接近恶之死 贪财好色的 邪知邪见的 我们学佛是在拜佛 消除自我 而不是说 你拜我就好 你拜我就好 我就是佛 当然我们讲 上师是佛 这是一种信心 目的是要学习这个法 而不是这个人 现在这个社会 邪识很多 所以各位这一点 你要了解 甚至走错法门 走错宗教 那也是很可惜 那我们好有幸运 好幸运 能够听闻佛法 又能够修大乘佛教 又能够显密言容 又能够接触到 干嘛吧 真有福报 为什么 干嘛吧 会讲中文 会看中文经典 这个是最厉害的 因为有时候 不会看中文经典 你就不了解 汉人在想什么 对不对 这一点很重要 各位你就算你是修密宗 你千万不要舍弃中文经典 华严经 论严经 最基本的地藏经 这些你一定要非常熟悉 然后呢 那你修密秤 是把这些经典化为一种 真实的行为实践 快速成就 那叫密秤 但是你千万不要偏一遍 所以有些法师 老师 修行者 告诉你 这个就好 不要修那个 不要杂修 哇天哪 一句杂修 害我们什么都不要修 这断灭佛法 这是不行的 所以 如果亲近这个修行者 会让我们生起贪嗔痴 而不老实地 按照佛陀的界定会 去实修 毁坏 界定会三学 这样子的行持 慢慢呢 就不慈悲 有钱拿到我这边就好了 不要拿去那边 不要去放生 不要去 甚至我们也喜欢跑虎木 那很多居士 师父 我师父说不能跑虎木 跑虎木以后 我全家都是鬼 我说你才是鬼 跑虎木 跑屠宰场是慈悲 借这个境界 去修慈悲心 去观修平等的悲心 对不对 因为你喜欢吃牛肉 所以我们去看看牛被杀的过程 哎呀 生起这种悲心 那是这些二知识 他就会告诉你 那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本来他是老实在吃树 因为读地藏经 吃树 念阿弥陀佛 后来吃肉了 我师父说可以吃肉 那你吃肉就没慈悲心了 辗转 丧失慈悲心 那这样子的二知识 你一定要远离他 远恶有 是佛子心 不然你的生命没保障 不可能修行成功 还会堕落地狱 第六 一笔落令恶见尽 如果我们依止善知识 善知识苦口婆心 请我们不要杀身 不要偷盗 对太太好一点 不要骂人 对不对 不要抽烟 少吃肉 多做善事 那这样 就是善知识 就一笔落令恶见尽 功德犹如出月真 他叫我们去做很多好事 不分宗派 不分宗教 关心老人院 关心孤儿院 那这样有道理 有时候我也会 跟有一些信徒提醒 师父啊 我修行啊 很累啊 我说你怎么很累 我钱不够啊 我师父 我很缺钱啊 那因为 那他就觉得 他自己对不起师父啊 我说你不要这个想法 这个布施呢 不是光门 布施哪一个师父 哪一个道场 这个布施佛所教 要我们无缘大持 只要众生需要 不分宗教 你都要帮助他 而且这个是随分 随缘 随力 不要勉强 不要有压力 但是如果你碰到恶友 那天有个菩萨说 在那边很伤心 马来西亚 师父 我师父要盖一个大佛像 结果出了很多钱 佛像终于盖好了 我师父又打电话说 这个佛像脸没弄好 再做一尊 然后我就赶快又布施一大笔钱 然后就造 结果造出来又造不好 师父又打电话给我 造第三尊 他说他起烦恼了 那我说 那你就放下吧 放下 反正你已经出两尊的钱 很多钱了 那个大佛像 那你就放下吧 清净善之事吧 你就不难的话 这个师父就让你很烦恼 好像我自己业障 他师父说 你业障很强哦 用你的钱 你看佛像都造不好啊 那我问他 你做什么行业 你的钱有业这样 还真的呢 他做那个行业不太好 但是就让这个信徒很痛苦 所以各位我想 各位在这一点 不见得有出家就是有修行 但是出家是愿意修行 知道吗 但不代表出家就有大悲心 有正直正监 也不代表在家就没有 所以我想这个善之事 各位还是要 你一定要看看佛经 看看释迦牟尼佛传 然后知道我们去拜的这个师父呢 符不符合佛经里面 所写的 以及符不符合戒律 所以佛陀一直交代 来 末法时间 依经典 依戒律 而修行 而清净善之事 如果你也不想 不看经典 也不了解 然后你就说 这个出名 出名就去 对不对 或是别人拉你去 那个那个那个有神通 去回来肚子会好 那这样你就被伤害到了 所以 什么叫善之事呢 最后一句话 叫诸自身由爱众 他是关心我们超过关心他自己 他不能把他自己的痛苦压力 造成你的压力 如果这位善之事以我们一直求求求求 从我们身上要得到变成有压力 那就不好了 他知道你是有钱人 当然每天就会打电话去你家报到 一直跟你打电话 你说师父对我真好 海涛法师从来不打来的 我被骂了 师父人家那个功德主 人家的大助持 他能打电话给他 你怎么都不打给他呢 我无以回答 我还被骂 所以 但是 我只是认为 有所求的 不好 对不对 攀缘 不应该 但是 真正的善之事 他是关心你 超过关心他自己 叫诸自身由爱众 就像妈妈一样 宁可自己受苦 要让儿女好 那这个才叫善之事 那善之事说 你去亲近的这个善之事 你的恶断善真 而且得到一种真正的加持 那就是善之事了 第七 来 自身人献生死欲 世间神奇谁能救 稀有难得佛法身 依三宝是佛子行 诸籍难忍三土苦 恶业果报佛所说 纵使遭遇命难云 不造业是佛子行 三界月乐如朝露 请客虚于坏灭乏 终不退转解脱道 其需求是佛子行 无时节来命我者 母众若苦我何乐 度脱无边诸有情 菩提心是佛子行 贪图自乐重苦疾 利益他人佛心生 承担他苦舍自乐 修交换是佛子行 所以前面你还要一直复习 像各位大宝法王很多善知识 都有解释佛子行三十七宋 那我们只是互相提醒他的重要性 然后呢各位要多去思维 然后窜息习惯 所以我们难得投胎做人 这么有福报 我们要精心学佛 脱离轮回 那为了要解脱脱离轮回 要清净好的环境 清净善知识 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 脱离轮回出离心 那既然要脱离轮回 清净善知识 那有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做 第七 自身人现实 如果世间的人 你去依靠他是没办法的 就像做太太去依靠先生 这个不能依靠的 我们只能说互相帮助可以 组成一个家庭互相帮助 但不是一种依赖 如果完全的依赖 就算你得癌症 世界上最好的医生 也不见得说保证你不会死 每次大手术 他都要叫你签好遗暑 死的是你的事 他不能保证你 那再来世间的神明 像各位以前我们还没有学佛 碰到什么疑难杂症 会去拜神 拔杯 问通灵 对不对 求 但是 那现在你学佛了 连上帝一皇大帝都还在轮回呢 有一任的一皇大帝 因为很孝顺父母 所以那一次他做一皇大帝 但是因为他很喜欢杀生 所以一皇大帝做完以后 他就直接下地狱 下地狱叫等活地狱 那等活地狱做完以后 他杀什么还要做那个作物 各五百事出生到 哇 连玉皇大帝 当然他有种玉皇大帝的因 供养出家人 布施药 孝顺父母 帮助贫穷人 还有一任的玉皇大帝是看到一只狮子 被抓到了 抓到以后要把他杀掉 他觉得那只狮子好可怜 就出钱给那些人 然后把那只狮子给放了 结果放了那只狮子还是受伤了 不能动 不能动呢他还想办法找人把他关起来 把他医好给他东西吃 终于那只狮子恢复了把他放走 因为这样做一任玉皇大帝 你看 所以各位放生的力量大不大 哪怕一只牛一只羊一只狗 但是后来他玉皇大帝做完又下地狱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一世做生意的 做生意很聪明 然后现在是把米买进来 然后等到那个饥荒剂的时候 他就可以掉高价卖掉 他这样很会做生意 赚很多钱 他是因为这样堕落地 地狱完以后做贫穷鬼 这样 所以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连所谓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败的玉皇大帝 来自上帝 所谓天有二十八成天 他们的福报想要最高成天 八万大节的福报 那最后他还是要堕落轮回 所以 如果 我们去医治一个世间的人 他如果没有正的觉悟 自己都还在生死轮回 世间的神奇 当然这样讲各位 你不要说 那我就不要拜土地公 我们不是归于土地公 但是我们是感恩土地公 感恩土地公 我在这边还是要劝各位 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没有在你身边 无论如何家里一定要拜祖先 就算爸爸妈妈在 更要拜祖先 你姓黄 那你要把 你不管从哪里 要把你家的祖谱 朝朝过来祖先 你太太姓陈 那你的祖先也要拜 你不能说 那我嫁给姓黄了 那我姓陈了就不要拜 那这个观念更错了 因为各有各的祖先 你先生的父母祖先 你自己的父母祖先 你还是要供养 然后回向功德 这还是要 再来 所以 稀有难得佛法身 所以呢 世间的一切不能依靠 所有的神明也在轮回 终于我们能够听闻佛法 碰到佛法身三宝 这才是真正的医子 这个医子用生命去投靠 去实践 就可以离苦 一三宝 那我们归一三宝以后 就要相信轮回 善有三宝 恶有恶宝 所以第八呢 诸籍难忍三土苦 那各位要去思维 地狱道 恶鬼道 动物出生到的苦 那没办法形容 那三土讲的是 被火烧 被刀砍 大量的流血 各种的死亡的方法 痛苦 那你看动物 你是看得到了 鬼道你是知道 地狱道听了就恐怖 那所以我经常会 背给人家听 特别是非佛教徒 来 下地狱 至少一百九十一年 无量痛苦 做恶鬼 至少一百七十万年 饥渴病苦 做畜生 永远被屠杀 被追杀 恐怖之苦 那你吃一只鱼 要五百四做鱼被杀 你吃一只鸡 要五百四做鸡被杀 那各位你想想看 你吃了几只鸡了 那你要赶快忏悔 忏悔以后赶快去放生 或者修法 把这个业障消除掉 不然呢 那我们每个人 都要享受这个三土苦 所以这个恶业果报 是佛所讲的 是真理 既然归三宝 相信了 佛不骗人 所以释迦牟尼佛 也显现了各种业报 叫我们相信 因为佛陀说 无量是他造什么业 所以他腰痛 所以他脚被插下去 他差一点被打石头 压扫 他三个月没有饭吃 等等等等 纵使遭遇命难缘 所以各位归三宝要决定 就算我要死了 我也不要去伤害众生 造恶业 我现在死是一起死 死了以后 往生上到生天 但是我 我为了怕死去伤害别人 去杀死那只动物 那我反而会下无量地狱 所以我无论如何 也不要去杀身 偷盗邪淫 骗人喝酒等等 特别喝了酒 那你就会造业 所以各位 业是生命的主宰 不要造恶业 不能恶业恶报 那虽然不造恶业 那有福报 但是你还在思维 第九 三界月乐如朝露 或许我们人活一百年 你觉得很长 就像各位现在坐在那边 一点多坐下去 现在三点半 真长啊 两个钟头一直 翘来翘去 那边酸 那边酸 对不对 我以前很可怜 以前我那个师兄弟 他出家的颜 他没动我不能动 天哪 他是老餐 我是菜鸟 他没动我不能动 他差一点用绳子把我绑起来这个腿 然后就这样被磨练出来 然后就 那个时候心里还真恨他了 对不对 没办法怎么碰到这个事情 随缘这样 他是这样磨练过来 但是事实上还是用心良苦 像我们学法器 一敲错骂一天 我骂一天 我敲错 现在年轻人你一骂 你还被他骂 你还骂他 我已经敲得不错了 没有全部错 就稍稍错 但是以前 我骂到天亮 对不对 骂到你不敢去敲我 对不对 但是还要叫你去敲 哭哭哭哭哭 很紧张 所以我觉得修行一定要有这个压力 不然你不会进步 但是人家这个压力是为我们好 所以各位要念一下 严师出高徒 故意要去找那个严格的 那对你有 但是你要主动 如果你是被动 当然你会觉得很痛苦 所以你要去了解 三界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这叫三界 包括这个世界 包括温哥华 温哥华所有的快乐 都是暂时的 如早上的露水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真是如此 所以各位你不要管他 也不知道来世 我现在快乐就好了 那你就比较肤浅了 所以你要看得远一点 请客虚语 刹那刹那刹那 都在改变了 所以各位这个世间所有东西都像那个分针秒针都在动的 刹那刹那都在变了 请问你看到这个东西这么美啊 这个繁有没有在变 有 慢慢慢慢就在老化 我们现场的人会不会死 死光光 没有一个不死的 都在变化的状态 要这样去看待一切 请客死亡 所以各位 中不退转 解脱道 这是修行的基本 念一下 决心解脱轮回生死 决心让父母祖先解脱生死 决心让所有众生解脱生死 哇 那就伟大了 那就悲心了 为自己叫解脱道 为众生就是菩萨道 但是各位这是生命的目的 再背一次 生命的本质是痛苦 是不是 你要多事 不会 我现在在温哥华 我山洞别墅 我儿子快毕业了 你会觉得说 这样也蛮幸福的 但是各位 不是 你要去观想 毕业要干嘛 毕业 儿子毕业 赶快去出家 不然你要干嘛 开始造业 所以再来 生命的目的 是解脱 对 既然我们了解 生命的本质是 生老病死 变化无常 是痛苦 所以我们活着的目的 就是不要痛苦 了解吗 不要痛苦 佛教没有快乐 你所谓世间 所有的快乐 财色 明时 碎 都是痛苦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快乐 都是变化无常 没有一样不会变 所以生命的目的是 解脱生死 这是我们修行的基本 第三个 生命的意义 你看一下 生命的意义 是慈悲众生 不但自己要解脱生死 希望父母众生 都能够解脱生死 来自成佛 变成生命的意义 本质是苦的 目的是灭苦 意义呢 变成关心事件 要让所有众生 都脱离痛苦 所以各位 我们以后要的 路关 盖护照的地方 你呢 家大大干嘛 快乐 改成 赶快去 创股市 不然一起念佛 那个比较解脱 你现在的快乐 是暂时的 所以各位 要起 需求 一定要脱离痛苦 好不好 要脱离轮回 今天晚上回去 人家拉着儿子 爸爸爱你 是是是 所以你赶快去出家 三界如火载 你赶快脱离痛苦 也拉着你老婆 老婆 干嘛 我带你去哪里 出家 因为我爱你 我希望你解脱生死 他只会讲 你神经病 那你不会骂他 我说 哎呀 你无名啊 哎呀 你搞不清楚了 所以各位 要如此 第十 那个人解脱 是自私的 现在由 对世间的了解 而归三宝 了解归三宝的目的 也是解脱 进一步呢 由小乘转入大乘 就是从 但是你 大乘不离开小乘的 发心 第十 无始劫来名我者 母众若苦我和乐 无量无始 无始劫来 轮回的过程 我们都有爸爸妈妈 在爱我们 关心我们 那这些 爸爸妈妈的众生 他们现在各自在 不一样的轮回 就像你的爸爸在天界 可能阿嬷在地狱 你的哥哥在鬼道 你的弟弟在地狱道 那六道里面 都有我们的父母 六道 他们这些 如果还在轮回受苦 我个人解脱 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发起立他的心 度脱无边诸有情 所以各位要发起这个 菩提心 因为了解众生 都对我们有恩 都是母亲一样 他们都在痛苦 那我们已经找到 离苦得乐的方法了 所以一只脚 踏在火灾线上 一只脚 踏在极乐世界 这个就发菩提心了 因为你自己明明 要脱离这个痛苦 但是你又想 他们还没有离开 所以我一定要 让他们统统离开 所以为了让他们 统统离开 所以我要成佛 这叫发菩提心 第十一 所以贪图自乐 众苦 那你要发菩提心 那你不能再关心自己 关心自己叫我质 本位主义 自私 不行 你要开始关心众生 那你才能够发菩提心 所以贪图自己的快乐 是所有痛苦的开始 利益别人 利益众生 那佛心才会生出来 所以你发菩提心 就要开始 承担他苦 舍自乐 这句话各位背一下 语一下 承担他苦 舍自乐 非其翻成英文 让你儿子也背 承担众生的痛苦 而舍弃自我的快乐 把自己奉献给众生 来承担别人的痛苦 自己不追求自己的快乐 那这样来 修交换 所以以前是关心自己 现在是放下自己 关心众生 要修交换 你才能够发起菩提心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陆花苏 红花香典 12月24号星期日 至1月1号星期一 马来西亚红发行程 12月25号星期一 念药师流离光如来 持战处罪三十节 上午九点 马来西亚新山柔佛在野大马礼堂 八观灾戒 12月27号星期三 上午九点 马来西亚富恩园风水墓园山庄 慈悲诗时超度法会 晚上七点 八瞻佛学会 佛法讲座 讲题 如何快乐地学佛 12月29号星期五 上午十一点 马来西亚九栋老人院 老人院派红包 及简短开示 下午四点 霹雳观音洞 放声 火供 点灯 与要供法会 12月30号星期六 上午十点 马来西亚 曼荣静宗学会礼堂 火法开示 即慈悲诗时超度法会 及码头放声 12月31号星期日 念贤劫千佛 持债储罪一千节 马来西亚吉隆坡 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 岁末祈福超度大法会 1月1号星期一 念阿弥陀佛 持债储罪两百节 马来西亚吉隆坡 海涛生命基金会 极乐净土 上供下施大法会 1月4号星期四 至1月5号星期五 澳门红法行程 1月4号星期四 念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持债储罪九十节 观世音菩萨书圣功德日 善喜余恶行程一百万倍 上午八点半 澳门地好酒店会议厅四楼 八观灾界法会 1月5号星期五 日光菩萨圣诞 酒连菩萨圣诞 上午十点 澳门路环码头放生 1月6号星期六 至1月9号星期二 香港红法行程 1月6号星期六 上午十点 香港优坛委上主委 真善录 点灯 要供 祭慈悲施时法会 1月7号星期日 地藏菩萨书圣功德日 善喜余恶行程一亿倍 上午九点半 至下午两点半 香港北角洋子金码头 海上放生 1月9号星期二 1月9号星期二 7月7号星期三 新店台边港等 富贺港测 2月9号星期二 2月9号星期三 1月9号星期五 上午10点 鸡兰花王时 1月9号星期三 1月9号星期三 下星期 念阿蜜豆腐 七宅度座九十夹 最五八点半 班教比冠钢灯 团书菩萨改发会 电路电话 控理理求五亿控三五五 警察十方台地 拥有真王参加 阿蜜豆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